因為解散的時候 我其實算是很詳細的 側頭側尾的把原因講清楚 對 盡可能能婉轉的婉轉 像我發那篇我就沒有噴Rylt 但事後你可以發現 我解散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Rylt 我支持你之後你擋我錢 然後又不回有訊息 然後就你懂嗎 就其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Rylt 我現在回頭想起來是一點都不快 我覺得好浪費錢 哈囉大家好 我是訂閱 歡迎收看這集的戰隊Q&A 你們一定會很好奇為什麼解散還有Q&A 因為戰隊每一年都會例行性的 有一些Q&A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我想說解散好像也沒有 也沒有特別跟大家打一聲招呼 就發一篇文拍拍屁股就走了 好像有點不負責任 再加上大家的問題確實也蠻多的 所以特地拍一集來回覆大家的 這個諸多的疑問 第一題 就是為什麼是春季賽打完就解散 而不是打完一整個年度才解散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身體的因素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是像一個衛爆彈的 就是我一直把它按在心裡面 然後想說再撐完一年 再撐完一年再撐完一年 但是呢 後面第二個跟第三個原因 導致了第一個原因的爆發 就是第二個是Rylt 就是他們擋贊助商 然後還有訊息回覆超級慢 對甚至我甚至有一則訊息到現在還沒有被已讀 已經幾個月了 就是從戰隊減散到我問那個人問題 就可能一兩個月他都沒有讀 而且是他叫我去蜜他的 就覺得莫名其妙 感覺這個戰隊持有人 我們叫Team Owner 感覺這個Team Owner就是 比白不如的感覺 而且他有網路上有一篇文章 就是他們質疑那個賽制 馬上秒回 大概隔一天還是兩天 對那賽制是質疑什麼 我都忘記了 而且是小小的質疑 就是說這個賽制是不是這樣會有一點不公平 或怎麼樣 但其實就是 Who care 就是根本沒有人在意 戰隊選手自己都不在意的 是旁邊看戲的 覺得這樣好像怪怪的喔 這種感覺 然後Rylt的那個負責人就 東南亞的負責人 就急著跳出來發一篇超大篇的文章 來澄清 然後不回我訊息 不回我們戰隊的訊息 就覺得 有一點不被尊重 不止一點吧 很多吧 對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啊 原因還有就是春季成績 不如預期 對本來想說 前三的話啊 我是一定會把它撐完的 但最後我們成績算第五吧 第四第五 對啊第四第五 就是有一點差強人意吧 對而且在春季 其實給過 蠻多次的機會了 就是無論從例行賽到季後賽的一些調整 那我其實覺得有一些東西是 應該要調好 但是沒有調好的 就是我個人認為 選手跟教練也都有一點責任啦 就是他們有一點沒做好的地方 但就不說是誰 對就是我自己也有沒做好的地方嘛 就是大家都有一些問題啦 所以我找不到那個 可以讓我堅持下去的理由 或者可以讓我堅持下去的人 那我覺得我對他們唯一的一些虧欠就是 沒有給他們出國的機會 就心裡有一點這樣的虧欠啦 儘管我知道那個機會是比較渺茫的 就是看春季賽這樣的表現 所以我才有辦法下定決心說 欸 好就到春季就 就切了吧 對因為再多養半年 就等於是要再多花七八百萬 大概這種感覺 那我直接切掉就是 主要是心裡的負擔會減少 壓力會減少 然後自己可以好睡一點 這個當然還是主要原因啦 次要的Riot 擋贊助商事情其實從去年就在擋了 我只能說我身體 身體跟這個Riot擋 還有戰機不佳 這三個東西都是 逐年累月累積起來的 並不是突然之間爆發的 對那只是 這三件事情一起在季後賽 春季季後賽結束之後就 就同時達到了頂峰吧 對就我就覺得 三件事情都到極限了 那就一起 我就戰隊解散 這三件事情就一起解決了 那種感覺 因為我不是害怕困難 我也不是會去逃避問題的人 這三件事情對我來說 其實是有點無能為力的 當我無能為力到了一個極限 我覺得我什麼都做不了 我唯一能做的 解決的方法就只有這個的時候 那其實就是戰隊解散的原因 OK 那下一題 一到戰隊解散的根本原因 那可以講一下這三年半 PYG大概花了多少錢嗎 你有統計過嗎 這三年半花了多少錢 將近五千萬 那詳細沒有在細算 但是最後兩年的人事成本 大概都要一千萬左右 然後算上基地嘛 基地每年至少水電 房租多少 一百五 至少一百五吧 因為那個水電商單一期是四五萬 沒有開玩笑 每一期都四五萬 但是我從來沒有要求 他們不准吹塵器 未來PYG這個品牌還會在嗎 然後你有打算做什麼樣的事情嗎 還是說你後面可能會 實際成熟的時候 你想要創其他遊戲分布的戰隊之類的 應該不太可能有創其他遊戲分布的感覺 因為在戰隊這個營運的過程中 超多遊戲來找我 PUBG主要都射擊遊戲我不太懂 射擊遊戲好像很多職業選手沒飯吃的感覺 最多的就是射擊遊戲 PUBG跟那個什麼瓦羅蘭 瓦羅蘭 對然後再來其次就是傳說對決 大概這三個大眾吧 就是每年一定都會有很多人 甚至還有人托手人來問我可不可以養 我都說我不是慈善事業 我養個英雄聯盟都養不起的 我怎麼會養其他我不懂的遊戲 因為我會養英雄聯盟戰隊 第一我是過來人嘛 所以我懂我懂要怎麼營運它 再來加上對我對英雄聯盟這款遊戲 我是對它是有一種報復 有一種決心要把它做好的 我對其他遊戲沒有這種夢想跟熱情 那我自然不可能花錢去燒 就是要花錢去燒輪不到我啊 我是帶著夢想去經營英雄聯盟這一塊的 所以不太可能去做其他遊戲 除非日後有其他好玩的遊戲 讓我也覺得 激起了我一些好奇心 或者激起我一些拼勁 我才有可能去創 創戰隊 因為它不是容易的事嘛 每年保底 你再怎麼隨便經營 基地水電就一百多萬了 啊選手每個最低薪資 一年至少都要四五百萬的開銷 不太可能說創就創 再來你說BYG這個品牌的東西 它還留著 那留著要幹嘛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當下要做的就是 調整好自己的身體狀況 所以就是把它在那搁著啦 但是品牌也沒有賣掉也沒有幹嘛 未來要幹嘛也還沒有計畫 就是我覺得水到渠成啦 水到渠成的話也許會有一些進展 但沒有的話也不強求 總歸下來在BYG這三年下來 你覺得你其實是 四年 四年是快樂的嗎 是滿足的嗎 你有達到你一開始 你怎麼每次都問這個XX的問題 蛤 很XX的嗎 每一次Q&A都有 我現在回頭想起來是 一點都不快樂 我覺得好浪費錢 五千萬可以幹嘛 覺得有點心疼那些錢 就完全不值 因為解散的時候 我其實算是很詳細的 側頭側尾的原因 講清楚 對 盡可能能婉轉的婉轉 像我發那篇我就沒有噴Railtor 對嗎 但事後你可以發現 我解散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就是Railtor 我支持你之後你擋我錢 然後又不回有訊息 然後就你懂嗎 就其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Railtor 但是我發的時候我也沒有講 我就希望就是 好聚好散那種感覺 就是我是想要詳盡的告訴大家原因 然後盡量不要去傷害到別人 而且我一開始就說了 因為我能力不足所以解散 我一開始就講了 因為我不希望我戰隊的解散去傷害到任何人 無論是Railtor 無論是PCS聯賽方 無論是選手或者教練 對吧 因為也一定會有人歸咎於 啊誰太爛啊 難怪被解散什麼的 甚至是我們的後勤團隊 對 所以我開頭就說了 我打算把它一肩攔下來 就是我花五千多萬 然後最後再承擔這個責任 就是我不希望傷害到任何人 但是我承擔責任的同時 我又希望可以詳盡的把解散的原因告訴粉絲 因為我覺得你們有權利知道 因為畢竟你們支持這麼多年了 對那我發一篇可能花個兩三天 鉅細靡遺的告訴你們這個過程 我認為是有必要的 欸到後來我發現我解散的過程 可能因為打得太多了 然後內容有很多東西 可以被酸民拿來做文章 好比我裡面有提到說 欸每年我看著酸變成功的人 跑車換過一台一台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又提到我是一個比較沒有物慾的人 對嘛 然後他們就說沒有物慾還要買跑車 什麼的 就是有這種莫名其妙的鬼連結 就是那個是兩個不同的比喻 一來我沒有物慾 這個是客觀的事實 就是你從來不會看到我身上有什麼名牌 我甚至連剪頭髮都去剪排圓塊吧 啊衣服全部都穿贊助商的 這個每天直播大家都看得到 我覺得我沒有物慾這件事情 它是客觀的事實 沒有需要去爭論 那我說我看到其他人買跑車 那個是我對價錢的 我對我對金錢價值觀的一種衝擊 就是我每年一千多萬都拿去養戰隊 拿去成就別人 但是我身邊成功的人 每年一千多萬都拿來成就自己的慾望跟夢想 那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就是現實跟理想 兩個非常大的極端在拉扯 但是這麼巨大的拉扯 我都沒有 絲毫沒有被影響 就是我要成就我的隊員 我要成就台灣電競的這件事情 我只是在比喻 這個比喻 然後兩個不同的事情 被扯在一起 拿來當作文章攻擊 我覺得就難怪台灣電競只能這樣吧 都是這些莫名其妙的三名 就我覺得吧 就是我這個人做事情有時候比較唐突 有時候嘴巴比較臭怎麼樣 就有人討厭我 這完全沒有問題 我也虛心的接受 但是在我成就台灣的電競產業這一塊 我認為如果要用這種莫名其妙的 因為討厭我個人就來質疑我 又或者他本身就是酸民 所以要質疑我去培育電競環境的這個初衷的話 那我覺得是非常的令人心寒的 真的看盡人生百態 所以我看到解散之後 那些莫名其妙的攻擊 我也覺得還好解散了 所以回到你的問題 為什麼不快樂 就是我花五千萬再培育一個 充滿酸民的環境 就是那個環境是臭的 是爛的 然後我還投了一堆錢進去 試圖要讓他變好 我認為我這個回頭看 我當初這個初衷是蠻愚蠢的 但是心裡面還是 怎麼講 還是不後悔 雖然不快樂 但我不後悔 畢竟也成就這麼多的選手 你看猜拳到底 猜拳以前你好像在LPO打了 第兩百場比賽 第兩百場 拿來贏的威蠢 那場表現還不錯 看到這個就至少是欣慰的 不後悔 至少我們有培育出一個不錯的選手 然後其實不要說猜拳 其實很多選手都表現得不錯 只是有起有落 那下一題就是 算有點半離開練競圈嘛 那你對台灣練競圈 不管是英雄的模式任何人 這個遊戲嗎 有什麼這樣的期許 沒什麼期許 我現在就自己玩爽就好 這個電競要怎麼樣 乾我屁事 祝福啦 祝福 然後多多出國玩 增廣見聞一下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 有沒有想對觀眾粉絲 支持第二季粉絲說什麼 講很多次吧 但是還是不民俗再講一下 感謝大家這麼多年的支持 有時候看著大家那個 這個在罵粉專 就會想到以前 以前我在罵那個 台灣的那個職棒的國手 就有一種既視感 你知道嗎 就真的被罵了才知道 嗯 就是好 我知道你們 你們也很急 你們也很想贏 但是 現實就是如此 就是 我一年人事費用就一千萬 但有些隊伍是一個人 可能一年就拿超過一千萬 最有根本上的差距 就是在物理上 就是不是有什麼質量嘛 就是 就是那天秤一定會往 一定是這樣傾斜的 這是無可避免的 只是 很多觀眾看就會覺得 天秤應該是這樣的 啊怎麼變這樣 好氣喔 對就是他們的基準點 完全搞錯了 對但是也不怪他們啦 就是 看得出來大家很心急 而且也很想贏 然後也很支持我們 雖然是用罵的方式 但是 這些過程我都有看見 也很感謝大家支持 對 雖然結果呢 是解散 但是我們 其實過去三年 進了兩次世界賽 從經營戰隊的角度來說 我認為是成功的 為什麼我解散的時候 會提到說 因為我個人能力不足 所以解散了 因為 我覺得從 要活化一個戰隊的 這個初衷 其實是失敗的 因為我當初建戰隊的初衷 就是認為 我有能力 把戰隊做到 不虧錢 那時候有一種很自負的想法 就是 除了我以外 好像沒有什麼人有這個條件 把它做到 不虧錢了 對那 一旦我可以把戰隊做到不虧錢 那就會有更多的企業願意投入嘛 那他電競圈才有可能變成一灘活水 因為在我眼裡看起來 從LMS解散之後 台灣電競就是一灘死水了 而且那個水越來越黑越來越臭 所以我想要用我個人的方式 把它看能不能變成一個活水 對但最後失敗了 也就是你要追逐成績的同時 你就要花錢 你要花大錢 你就不可能轉虧為贏 然後你如果沒有成績 你也不可能轉虧為贏 所以你就一直在這 惡性循環 這幾點裡面一直 跳來跳去 就是 要那個沒那個 要這個沒那個 就是你永遠不可能 打到我當初想要做的那個 戰隊勇動機的目標 就是我成績打得很好 贊助商給很多錢 再拿贊助商的錢去營運 把它營運得很好 然後成績又很好 然後再拿很多錢 這個循環是不存在的 就是我後來體悟到一件事情就是 戰隊能做到的曝光很有限 他最主要曝光還是在聯賽 在Riot手上 在聯賽方手上 最大的廣告效益 最大的獲益者 其實是他們 戰隊本身只是 一個聯賽八支裡面的其中之一 所以如果我這個隊伍做得很好 我可以拿一千萬的贊助費 那聯賽方至少可以拿一 所以根本上 像MLB啊 他會有一個收視分層的東西 就好比說 MLB今年的轉播權利金 拿了一百億 他就會每一隊可能分個兩三億這樣子 就是他們是有轉播權利金的配額的 但是這個東西在英雄檸檬是沒有 至少在PCS上去沒有 所以隊伍都只能靠自己 那靠自己最終的結果就只有一個 就是死路一條 一定是賠一屁股 不可能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商業模式 那唯一有可能商業模式掌握在 Brill的手裡 那他又不肯把這個商業模式的利潤 Share給隊伍 那他終究就一定是一灘死水 就是只能靠夢想去死生 對或者靠像韓國做得不錯 就是政府有支持 那政府有支持 企業進來就會變成活水 那台灣政府不支持 Ryoutor也不讓力 那就 我覺得就兩個字 就只能吃XXX 本來我講話比較直接一點 但現況就是很悲慘 就是這樣子 好那經營戰隊這麼多年到這邊 算畫下一個據點 也很感謝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支持 對那希望大家 這個不要跟我一樣犯傻 這個投資之前要謹慎 對要謹慎 不要一股腦的送進去受痛